小小鸡苗年入千万 成绩背后竟是一场集体下岗风波 除了生活压力心理压力都非常大 孵化企业遍布竞争激烈 它却能频出起招在夹缝中生存 我比较佩服它 行业脱糟低谷 兄弟情谊遭遇考验 它会如何选择 我不太同意 时间长以后会把公司脱缝 七年过往它感慨万千 它说它为兄弟们准备了一份惊喜 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张永刚的经营致富之道 看它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夹缝中 赢得兄弟和财富 本期农广天地夹缝中生存的孵化大王马上播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创业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永刚 他的创业经历却有些与众不同 原本有一份稳定职业的张永刚 以前从未有过创业的念头 但在2010年 他却被迫从原先所在的企业下岗 下岗后 由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最终决定自己创业 而张永刚选择的领域 却是竞争分外激烈的蛋积孵化行业 大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 小公司之间对于市场的争夺 更是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张永刚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行业 这里面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每个月的第二个周末 这六个人都会聚在一起 痛痛坏坏地打一场篮球 他就是组织者张永刚 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固定的人员 已经坚持了七年雷打不动 这六个人什么关系 为什么始终如一要打篮球 这还要从2010年说起 2010年以前 中专毕业的张永刚 在河北石家庄的一家 大型国营种勤企业上班 是一名负责机苗销售的业务员 他肯吃苦脑子灵 善琢磨 没用几年时间 就把自己的业务 做得风生水起 成为业务骨干 其他五个人 与张永刚是同事 都在孵化车间工作 六个人虽不在同一部门 但私下关系很好 2010年5月 张永刚所在的企业 突然宣布转型 不再进行机苗的生产和销售了 没过几天 张永刚与其他五位同事一样 都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一律下岗自谋之夜 近乎于一夜之间下岗了 原本非常要好的同事 此时却成了难兄难弟 我的车 房子 都是贷款买的 找工作 找了好长时间 一直没有特别合适的岗位 除了生活压力 心理压力 都非常大 其他五个人的日子 和张永刚几乎一模一样 在苦闷的聚会上 突然一个人的一句话 让几个人顿时眼前一亮 这样一个提议 就像给大家打了一记强心针 商量来商量去 没想到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本身上我们村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 对这个行业非常熟悉 然后再转行干别的吧 也不好干 当时我也没有太合适的工作 然后家里生活压力也挺大的 然后就想着说大家一块干吧 张永刚在原单位负责销售 是把老手 其余五个人都是在生产一线 负责技术经验丰富 如果六个人凑在一起创业 那可是株连必合 六个人中间总得有一个人负总责吧 谁当领头人呢 大家一致同意 注册公司后 由张永刚出任总经理 我们原来在一起相处了十几年 对他个人我也比较了解 在原单位有过十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 而且他这个人资格也特别好 本来几个人凑在一起喝闷酒 居然在现了一把小说中 桃园结役的情境 张永刚已经开始盘算 当时国内一些大型弹机孵化公司 已经占领了绝大部分 大型饲养厂的市场 剩下的弹机苗市场 也已经被那些中小型孵化公司 瓜分得差不多了 注册家小公司还干老本行 能行吗 张永刚转念一想 很快又拿定了主意 张永刚坚持认为 只要能够确定正确的经营思路 并在执行上坐到位 就一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杀出一条血路 此时的张永刚虽然信心满满 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 一定要做足功课 研究市场 经过几个人的反复讨论 决定避开与大型孵化企业正面交锋 把目标客户锁定在大型孵化企业 找到了现有中小型鸡苗孵化场的软肋 目前来讲就是国内的一些小企业品种比较杂 然后呢就说质量不太稳定 那么我们要规避这些缺点 张永刚判断 小型孵化场虽然鸡苗质量比较差 但是鸡苗售价也比较低 小型孵化场正是凭借价格优势 占有了相当比例的市场份额 人材的优势呢 我们又可以使我们就是能生产出更好的一些产品 所以质量有保障 如果能够把住鸡苗质量 以中小型孵化场的鸡苗价格出售 只要能够快速提升销量 一样有钱赚 目标客户确定了 紧接着就是下一个问题 确定什么品种呢 就是说把这个从这个品种上来讲 我们做的要专一些 所以我们当时就建议一个品种 一个海兰鸡 海兰鸡是国外引进的蛋鸡品种 分为海兰白 海兰灰 海兰鹤三种 这种鸡适应性广 抗逆性好 产蛋高峰期优势明显 当时已占据市场70%以上 选择海兰品种 市场需求量大 销售面广 自己的经营风险也小 前期谋划到位 剩下的就是卢企秀的实劲干 六个兄弟一起凑钱 注册公司 租赁场地 购置设备 办理手续 谈种但合作厂家 2010年10月初 公司注册完毕 张永刚出任总经理 就在几天后的一个周末 张永刚召集大家 举办了公司成立后的 第一场篮球赛 并约定 以后每个月的第二个周末 都要打一场篮球 他希望通过篮球这种 集体竞技项目 加强团队意识 提升团队凝聚力 我非常有幸兴 为了表明他们的决心 他们还在公司成立之初 专门买了一副中国拼图 开玩笑地说 每开发一处市场 都要拼上一块 期待着一步一步 占领所有的地方 2010年10月20日的上午 张永刚提着一打单子的包 走在路上 他觉得曾经说的话 都在嘲笑着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鸡苗孵化期只有21天 出壳后的鸡苗 要在一天内 卖到饲养场后开始 张永刚沿用了 原单位的销售方法 提前订购 根据订单量 再孵化鸡苗 怎么开发客户呢 原来的老客户 都是一些规模 比较大的饲养场 肯定不行 张永刚通过上网 查阅专业杂志 搜集了一些 河北省境内的 中小型饲养场 张永刚马不停蹄 开始一家一家的谈 一大圈跑下来 张永刚心凉了 好多客户是不认可的 可能甚至就说 就把你直接就轰出来了 这是张永刚没有想到的 以前我在大企业也好 和客户交流的时候 我们交谈的重点 不是产品的质量 他们主要跟我讨论的 就是价格问题 能不能便宜一点 由于张永刚以前 所在的单位规模大 鸡苗质量有保证 客户对鸡苗的质量 并没有过多的担心 所以谈判中 最集中的问题 就是砍价 主要大企业这些产品 他们大家都试用过 在了解这种质量基础上 他就和你谈价格 当然是越便宜越好 可是我们自己在推的时候 客户更担心是什么 对于你企业 产品质量的一种怀疑 由于张永刚锁定的目标客户 都是中小型饲养厂 正是由于规模小 很多饲养厂主 都是投入了全部积蓄 在这种情况下 中小型饲养厂主 虽然很在意鸡苗价格 但是更在意的 却是鸡苗质量 怎么办呢 琢磨来琢磨去 张永刚决定改变销售策略 张永刚到底想出了什么办法 为什么养殖户 突然间对张永刚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呢 首先要解决客户的 一个信任度的一个问题 找周围的这种疏忽啊 和养殖户 原来张永刚找到了 一开始开发客户 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那就是信任 自己的鸡苗还没孵化 全凭红口白牙 说自己的鸡苗质量好 人家凭什么相信呢 张永刚琢磨来琢磨去 决定改变开发客户的区域 先从自己孵化厂周边的 中小型饲养厂开始 这些孵化厂距离近 多走访几趟 自然就有了好感 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 张永刚把这些饲养厂主 请到了自己的公司参观 在这些人参观的同时 张永刚详细介绍 自己公司的孵化车间 孵化技术 孵化人员 还承诺不用交定金 获到付款 并且给提供饲养技术指导 这招果然有效 张永刚拿到了两万只鸡苗的订单 第一批种蛋开始孵化 为了保证鸡苗的质量 按照以往大型孵化厂的工作经验 制定了严格的生产管理流程 第一批鸡苗很快出口 运到饲养厂后 客户都表示满意 订购鸡苗的饲养厂越来越多 到了2011年底 张永刚已经积累了近200家客户 鸡苗销售量达到了200万只 利润实现30多万 性价比高 但公司回头客很少 虽然销量一直在增加 但是客户一直在变 吐槽行业低谷 兄弟情谊面临破裂 我不太同意 如果大量的投入钱力或者物力 时间长以后会把公司拖垮 吵架 冷战 他们将如何面对 收获财富 他又将为兄弟送上一份怎样的惊喜 广告之后 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请继续关注 夹缝中生存的孵化大王 通过卖给周边养殖户和熟户 张永刚终于获得了第一桶金 并且随着养殖户间的口碑宣传 订购张永刚公司鸡苗的客户 是越来越多 但是好景不长 张永刚马上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转眼已是2012年 张永刚不仅打开了河北的市场 也开始开发河南 山东等省份的市场 到了2012年下半年 张永刚发现了一个问题 销量增长开始缓慢 每天都在不停地开发新客户 手头的客户名册也越来越厚 为什么销量却增长缓慢呢 难道是由于管理不善 导致了客户流失 或者是由于机苗质量问题 导致了客户流失 张永刚和股东们有点拿不准了 他们赶紧亲自回访客户 问个究竟 回访客户的时候 客户说行情不好 都不打算做了 原来问题出在了客户一方 平时客户关系维护的也不错 为什么有些客户 不打算再订购机苗了呢 那些小型的养殖户 它基于市场风险的能力 和基于这种疾病风险能力不强 一些中小型饲养厂 由于规模小 抵抗市场风险能力弱 再加上自身经营管理 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每个月总有一些客户 转行歇业 停止订购机苗 这无疑会大大增加销售成本 最重要的是没有忠实兼顾的客户 公司将无法做大做强 怎么办 张永刚花了几天时间 对销售台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他发现客户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订购几批机苗就中止了 另一类呢 订购周期比较稳定 每一批订购的数量也比较稳定 还有一类订购周期比较稳定 订购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 有了这样一个判断 张永刚立刻做出了一个决定 对客户进行优选劣汰 那些订购周期长 每次订购量在两三千只的客户 要逐渐淘汰 订购周期稳定 订购量稳定客户 做好市场维护 而另一部分成长型客户 虽然规模不大 但管理比较规范 自动化管理程度比较高 有发展潜力的客户 是重点开发的客户 他根据饲养厂发展的历程 总结分析 这些潜力的客户 发展规模大致在四万只左右 明确了销售策略 张永刚立刻意识到 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必须修炼内功 提高与这些客户的匹配度 他组织了专门的研发团队 通过精心管理 做到每批储机成活率 十日零百分之九 比行业承诺的七日零百分之九十八 提高一个层级 随着机苗质量的提升 张永刚开始重点开发 存在量在三到五万的客户 让张永刚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轮客户开发相当顺利 张永刚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人算不如天算 张永刚并没有意识到 一场灭顶之灾 正在悄悄逼近 当时低谷的时候 订单特别少 工人都没活干 有一部分工人都 房价回家歇着 从原来几乎满富货富化的情况下 降到几乎停止富化 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也就富质相及 2013年4月 由于受国际大环境影响 我国氮鸡行业出现低谷 鸡蛋价格直线下滑 张永刚的公司连续两个月 没有接到一笔订单 兄弟们都陷入了困惑 人心惶惶 今天下半年 虽然现在行事看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去投入 你今天行情这么差 现在一点效益都没有 现在这加大投入 我觉得是没多大效果 但是这个效益 不是主要今天投入 明天就要结果的 那不是这样 你做期限 你是为了效益 你现在你就是光出去 花那么多钱 最后花到不了效益 投那么大就没用了 订单载大幅度减少 在这个结果压上 张永刚居然要加大推销力度 我不同意 如果再加大投资的话 货币确实很高 我不太同意 因为现在市场行情 非常的不好 如果大量的投入 潜力或者物力 对我们时间长以后 会把公司拖垮的 不知道低谷什么时候过去 股东们都集体反对张永刚的提议 他们反复质问着张永刚 张永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也在一遍遍地问自己 能不能扛过这一次未经呢 张永刚自己关起门 开始查找各种数据 他要分析 国内弹机行业连续20年 盈利旗指时间段 经过细致周密的计算 发现其中存在着 规律性的起伏周期 而根据他的研究和判断 2014年应该会有反弹 出现静妙高峰 必须拼一把 张永刚坚定了信心 逆势扩张 随即组织了十几个业务员 开始挨家挨户 拜访退销 但两个月后 几个业务员们都提出了辞职 因为靠提成生活的他们 没有谈成一单 总有一股宁劲在支撑着张永刚 曾经坚决反对张永刚的同伴 看到张永刚的坚持 内心也在一点一点的松动 只有由卓星 坑坚持坑赤苦 为了公司的参与发展 可是是挺有意义的 2014年3月 国际行情回转 张永刚赢了 曾经推销过的四洋厂 纷纷给张永刚打电话 加大订购量 询问情况 而他的同伴们 也通过这次惨烈的战役 真正理解了张永刚的用心 通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永刚是挺有远见的 因为养殖业 它是有周期性的 通过这种低谷期 我们可以筛选出这种优质的 且个这些客户 在市场这种低谷期 养殖场老板的态度 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会低级应对 他们会根据这种市场的 这种情况 做自己的一个判断 相应的调整 他们自己的这种准备工作 这种有头脑 有胆识的这种养殖场 也将来是我们这种 成长性的一个客户 也是我们重点合作的一个对象 在对客户推销交流过程中 张永刚整理了一个资料档案 包括厂家规模 进购时间 下次进购时间 有没有固定厂家 购买原因等 他凭借着经验分析 整合客户最关注的点 集中进行备客销售 使之成为最铁杆最优质的对象 通过市场低谷气的逆势而上 张永刚一举树立了品牌 2014年 公司销售额提高了86个百分点 客户数量达到了将近1000甲 年销售额2000万 来 干杯 干杯 为了加深兄弟之间的感情 2015年5月 张永刚带领兄弟们 走过中国地图雄鸡的鸡头部分 表明了他们征战的决心 2015年下半年 经常研究数据资料的张永刚 研究发现 未来鸡蛋市场将会在南方 有爆发式的增长 于是他加大人力物力 在南方各饲养集中地 推销宣传 想要布局南方占据成长性市场 从石家庄分别运往南方各地 四川 湖北 广西 江苏 安徽 浙江 但因为养殖户分散 运费贵 且鸡苗必须在24小时内送到 这样的方法使张永刚长达半年 一直赔钱 经过分析他改变策略 采取一条线 即从石家庄出发 先打通南方一个饲养集中地 选择交通便利公路 大动脉京户京桌线运输 重点开发车辆经过地点 经过一年 他逐渐走出了两条地带 经过这七年的发展 他们已经发展到了全国十几个省 张永刚更加坚定了信心 尽管所在行业竞争激烈 但张永刚却在夹缝中 寻到了自己的市场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创业需要的不仅仅是勤奋 还需要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 以及对于市场走势的敏锐判断 更需要面对机会与风险时的 那一份魄力与勇气 张永刚的成功之处 在于对自己企业清晰的定位 以及不断地学习 不断研究和分析市场 并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总结 在危机中发现机会 勇敢出击 最终做大做强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